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市长谢国良与市议会议长同资委共同率队造访台北市政府 了解北北极桃交通月票的具体作业要点 最快7月就能上路 金融市长谢国良送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婴儿背金 让当了三宝霸的蒋万安开心的直说正好需要 为了考察台北转运站及猫栏等市政建设 金融市政府与金融市议会共同造访台北市政府取经 蒋万安表示 季北北桃已经是一日生活圈 每日通勤通学的交通流动人口达135万人 因此对于能减轻首都圈民众通勤负担 并协助落实地碳城市的1200元交通月票 蒋万安透露中央4月将公布具体作业要点 预计最快7月上路 对于基隆市民来讲能够减轻大家通勤的负担 以及对台北市来讲发展低碳永续的城市目标 一直是我们很努力的方向 所以中央也有正面的回应 所以目前我了解最快7月份可以正式上路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透过交通月票的方式 对于基北北桃所有的市民来讲 不管是交通通勤费用的负担减轻 低碳永续的目标交通成本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乐见的 谢国良者表示主要来考察台北市猫缆 及U-bike等共享运具 想让基隆市民也能享受共享运具所带来的便利 因为这个猫缆是台北市一个重要的建设 但在建设的过程中 我想也台北市政府有很多相关的经验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基隆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决策 要去考量的一个依据 另外就是台北市也有非常成功的共享运具的一个经验 最近万安市长又把U-bike提升到前30分钟不用钱 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政 那我们也来考察一下 希望基隆未来也可以有自己的共享运具 成为基隆市议会首位造访台北市政府的议长 同志伟希望透过参访台北转运站 为即将启用的基隆成绩转运站提供良好的经验 也期盼借由考察猫缆 鼓励基隆市政府继续执行及评估缆车计划 基隆跟台北的交流跟互动其实一直都非常频繁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跟基隆市议会共同来参访 因为我们现在来很重要的一个建设是成绩转运站 我想参考台北的经验模式 因为台北转运站其实也有五个车道 是基隆跟台北通行的一个固定的车道 所以我们来参考参访 对我们基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 那我们用了学习的心情跟监督的态度 带回去来跟基隆市政府做沟通 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 那尤其是我们这个缆车的计划 我们也希望市政府可以继续来执行跟评估 另外对于近期外界关注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人选 媒体关切两人到底挺谁 蒋万安与谢国良不约而同表示 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我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我们都是国民党的县市长 最后国民党做出来的决议 我们都会共同来遵守 至于党内立委初选部分 蒋万安与谢国良也做出回应 谢国良强调身为县市长 在当地则无旁贷 能帮忙就帮忙 蒋万安则期盼 初选阶段过程要公平公正 初选之后则要团结一致 赢得胜选 我们做县市长的理应 也会尽我们的力量 让这个过程能够更平和更顺利 虽然说协调党务是党部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县市长在当地 也是责无旁贷 能帮忙的还是要尽量帮忙 希望能够把支持者的心声 基层的想法都能够让所有有益 来为民众服务 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来充分了解 最重要我想进入初选阶段 我们希望整个过程 要能够公平稳定 最后我们提出最好的候选人 来集结争取民众的认同 共同目标就是要赢得胜选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专者处理内湖松山 南港等地的内湖污水处理厂 获得行政院环保署颁发的 产品碳足迹标签认证书 成为国内三座取得认证的 民生污水处理厂之一 更是全国碳排放量最低的污水处理厂 在台北市公务局长黄一平 环保局长吴胜中与卫工处长 陈培佳等人共同揭幕下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 内湖污水处理厂成为国内三座 获得行政院环保署 碳足迹标签认证的 民生污水厂之一 每处理一平方公尺 非污水的碳排放量 仅280克 更是全国最低 希望持续对自然生态与环境友善 我们把碳足迹 每立方公尺的处理 把它降到 它的排碳量是280公克 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台湾 三个污水处理厂 在整个碳足迹的排放上面 像是降得最低的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对于我们的污水处理的 智慧自动化 跟我们高效能的处理 都达到一定的标准 我想我们未来 内湖污水处理厂这边 还会继续在哪路里 因为它对于我们 整个台湾的生态环境 其实它的处理越佳 它的水值越佳 对周遭的包括水值的 基隆河的排放 都有很大的提升跟帮助 另外就是这样的排碳量 我们也希望说作为全国的领头羊 能够也引导一些相关类似这样 属于需要高耗能的一些处理厂 它能够多对社会做到 进一步友善的这个社会责任 出席揭幕仪式的环保局长 吴胜中肯定内湖污水处理厂 投入碳足机减量的用心 不但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所产出的再生水水值良好 更成为环保局近年洗少街道 降低阳城与减少空污的力气 节能的同时 我想内湖厂它一直把水值 做得非常好 它现在VOD差不多四左右 那暗淡也就是三 那假如再生水的话 它还做过力模 这个我想对水值的改善非常好 那我们环保局也可以用这个水 来做洗少借用 降低阳城 这个我想对环境空气污染帮忙也大 所以双重意义 这个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内湖厂今天 有这样一个全国最低的 这个碳排的这种碳足机 主管的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方面表示 未来除了计划进一步降低 内湖污水处理厂的碳排放量 包括名声 滨江及摄氏岛这三座新的污水厂 也将采用三级处理 为2050净零排放 尽一份心力 透过操作的精进跟节能设备的改善 之外呢我们希望可以在三年后 把这个280克降到250克以下的目标 除此之外呢我们目前新盖的三座污水处理厂 名声 冰江 摄氏岛 都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 希望能够对我们整个水域环境 有更好的改善 也可以将部分的水能够处理之后 回收再利用于市区做名声 自己用水 可以为2050净零排断贡献心力 内湖处理厂厂长高卒会表示 内湖厂主要碳排放源 来自处理服务阶段的电力使用 未来将持续透过智慧节能系统 抬换老旧设备并采取高效能产品等方式 有效控管用电设备提升人员效率 落实北市府节能减碳政策 共同迈向低碳社会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台风暴雨哪里可能会淹水呢 台北市公务局因应防灾应变智慧化时代 展示了台北市智慧防灾推动的成果 透过水利署的LINE官网见面 民众就能掌握在地的水晴 避难资讯 CCTV影像 在关键时刻收到及时示警 水利署推出LINE界面 让所有市民都能共享 包括定位查询 在地水晴 CCTV影像 避难资讯 灾害通报 警报器订阅等服务 掌握各种水晴 我们信息即将来临 5月1号就算信息的开始 那我们其实在信息之前 其实就有一些相关的作业在启动当中 那目前我们有一些执行面的 或者操作面的成果也想说 希望透过媒体朋友来帮我们 推荐给市民朋友 那我们主要是在水利署在这一块 我们透过了一个我们水利处的 台北水利 当然前面是列列水利 它这个LINE的平台 等于是用一般民众最亲近的方式 就是在人的方面 是用LINE的平台很亲近 那另外就是在时间上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加值给所有的民众 都可以开放来使用 那当然现在我们会先就12个防灾社区来跟他试 试用的过程中 我们会去Modify 会去滚动式检讨 那这样的推波方式 是把一些市井的动作会做在前面 让民众在LINE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另外就是人时地 时就是能够在即时把这些相关的资讯 市井出来 那地就是我们现在LINE能够加入的市民朋友 是可以以他的所在的行政里 就是地点我们已经精细到用行政里 来把这些水行雨量相关的资讯 能够提供给民众知道 那这个部分在目前来说本来的防灾系统 我们都是一些可能跟学术界 或者是跟校长级的合作 有些城市是我们官方在使用 那我们透过这一次把它释放出来 让一般的民众都可以来使用 近年来其实发生很多状况 比如说像前年的0604 那很多这个里长市民会打电话来说 这个地区淹水了我不知道没有办法做应变 淹起来了我也找不到防水闸门 也没有时间来做这个架设 那再来都显示我们知道的情报 是似乎外面的人没有对接起来 他没有办法做相关的这个应变 那我们期待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 希望透过民间也可以一起来 公布门做好自己的事 那民间也可以做好自主防灾的相关事情 那透过我们已经掌握好 这么多年的这个充分的资讯 来透过这样的平台 推播到民众的身上 让它可以协助政府 一起来做防灾应变的工作 那这样可以让灾水降低 我相信一次的淹水过后 如果灾水降低 事实上民众的产生损失降低 我想就可以安然的度过 也可以达到这个任性城市的一个目标 水利出的练练水绿台北水利赖官网 在防汛期间协助民众获得快速水晴资讯 非防汛期间则提供一般生活资讯 如气象和冰相关活动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LINE 因为我们过去思考过非常多的ATP 我们市府很多还有其他县市 市民用APP常会去开发一个IOS系统 Enjoy的系统 但事实上都呈现有根本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后来决定就是说 选择最简便的 而且也是台湾市民最常用的一个LINE的一个软体 然后来搭配我们这个后台相当多的 这个IoT的这个建策系统 将近有400站的这个雨量 水位还有河川水位还有雨水下来到水位及车尾站的相关资讯 来做一个整合处理 来推播给民众 那在这个做法上面 其实现在最重要是我们这个系统结合两个核心的一个 这个核心 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从过去一二十年来 所有积水的状况跟降雨的状况 我们去分析完做出一个资料库的对应 来做出警戒指跟预警这个资料 来做第一个核心 那第二个核心 我们也运用近三年来 我们这个公务局推动了这个科研计划 尾多台大团队来研究有关于 及时跟气象局合作的这个雷达降雨预报的资料 来在快速的情况下去演算出可能积水的区域 每十分钟演算一次 然后未来两小时的淹水几率是如何 然后透过这样的资讯直接推送到地方上去 让民众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相关的应变 那这个里面最重要就是说 这一次我们可以让这个你在乎的你 尤其你可以自选三个零 然后完成订阅 那后续达到相关的警戒指 他就会直接推送 是一种系统主动推送式的 而不是你要上去查询才会知道是 直接推送给来在 那再来就是说在四月底 我们这一方面尤其在第二核心 在台大团队这一块非常急 十分钟的运算 未来两小时的积水的这个状况 这是在过去三年我们实验的状况 他演算出来会一个平面的一个积水的这个推算 我们会透过套叠相关的你订阅的资料 如果有发生相关的状况 我们会即时的在他演算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们就推送到地方 那从三年来的经验 我们透过后续的把它拿出来重新再review一下 那几乎至少都可以达到三十分钟以前去了解到 我这里可能已经这个水已经要积上了 那事实上就有这样的资讯 我们就可以做相关的防灾应变了 那这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运用这样的淹水 这个模拟 这个可能淹水浅室的模拟 来套用到这个系统上来 而且首次来公开民通在自主防灾上的运用 那这一块现在已经导入了 那预计四月底在12个自主防灾社区会先行运用 那民众的部分我们大概在五月底 就会全被开放给市民来订阅使用 随着气候越来越极端 能够应变的相对时间也缩短 透过这项服务 期盼市民提高警觉 能在第一时间自主防灾 降低损失和危害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今年3月台北市大安区曾经发生瓦斯起火事件 消防局到场救灾时却找不到瓦斯阀门 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张志豪 林真宇 陈又成 黄敬盈召开记者会 質疑全台北市一共有23065个瓦斯阀门 竟然就有3613个遭到不当掩埋 投资和现场瓦斯阀门所在的位置都不同 批评相关单位罔顾市民的安全 打开盖子就可以关闭瓦斯的遭止阀 不但消失在路面上 而且数量居然多达3613个 让市议员张志豪痛批 负责督导的惨发局推诿谢哲 根本罔顾市民安全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安问题 因为灾害是不等人的 他什么时候会发生 大家是不知道的 万一哪一天又发生了一个瓦斯外泄 而又找不到阀门 会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就讲个我们议会的例子好了 好 这边是我们的议会 这边是我们议会大门 那我们的这个面对我们议会的左偶边 就是一线路嘛 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 那我就发觉很奇怪 按照图资 大家可以看到 有总管线在这边 他有三条管线 是进入我们市议会的 那在一线路上 也应该有三个阀门 就是所谓的逆子阀 万一有一天台北市议会 发生瓦斯外泄 而要做个瓦斯遮断的时候 这边有三个阀门可供使用 来遮断瓦斯 可是 我们11区现场看了一下 大家看得很清楚吧 只有两个阀门 只有两个阀门 请问一下 另外一个阀门是怎么了 埋没了吗 不见了吗 还是图资 根本就有问题 我觉得这根本是草菅人命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万一有一天我们议会 发生这样的火警状况 瓦斯外泄 请问 找不到那个阀门 该怎么办 谁来负责 连我们市议会 都有这种情形 那我们一般老百姓 一般的住家 一般的住宅区 这种情形 会不会更多 我们等下来请惨发局 说明一下 在这里 我想这个 我要强烈的要求 严正的要求 惨发局 在三个月之内 要把台北市 所有的阀门 做一个全面性的清闸 找出来 到底有多少阀门 是跟我们这个 选区发生的情况 一样是找不到的 或者是跟我们 市议会的情况 一样是找不到的 并且要追究 追究相关的厂商责任 为什么这个阀门 会不见 而且要尽快恢复 所有阀门 本来应该有的功能 才能够确止 防止公安意外的发生 议员陈佑成表示 2018年 东湖市场外 也发生 天然气管线 挖断意外 就是因为管线 突资有误 但因为没有罚则 使突资错误的情形 屡见不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是我们在2018年 东湖市场的巷口 就只是因为 一个第四台的业者 要去开挖 揽线的时候 不慎就挖破了 一个瓦斯的 相关的管线 造成了在市场门口 有这么样的大火发生 当天呢造成了人灼伤以外 还有6000户的用户 因此而停用瓦斯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 我们台北市的 这个管线资料图呢 EVEN 厂商在开挖前去套用了以后 还是会挖到错误的管线 这么样危险的原因就是 后来市政府 成立了一个3D的 图资中心 可是呢我们发现 其实目前这样的3D的 这个盗管中心的图资 它变得流于形式 因为呢它没有强制力 也没有罚则 所以呢各单位 彼此并没有约束力 造成其实我们市民朋友 到现在还是陷在 于相关的风险之中 那所以我来呼吁 中央跟地方 我们认为就一定要一次测查 而且好好破釜成熟的决心 把所有相关的卫生 行销 还有这些cable 第四台业者 所有的管线 应该要一次性的全面测查 不应该这样让我们的民众 陷于这样的风险之中 议员黄敬寅指出 在瓦斯漏气点不明确 现场又找不到开关阀门下 如何缩短抢救时间 是防灾救灾的关键 其实我们调阅了目前的通报处理 标准作业流程 在标准作业流程上面 明确的可以看到 要等到瓦斯公司的工班 到现场来做开挖 止漏等等 或是关闭这个阀门 最长可能要等到120分钟 或是120分钟以上 例如3月现在发生在 这个志豪哥选区里面的这个案子 现场的工班到场 救灾止漏 就等了90分钟左右 所以人民的这个灾害跟安全 人生安全上面 真的可以等这么久吗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疑惑 如何缩短瓦斯公司的工班到场 来做开挖止漏等等 这些事情的时间 黄金时间应该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防灾跟救灾的关键 应该就是时间吧 那市府应该立刻来检讨 这样子的SOP跟流程 而且我希望是可以立刻来做检讨 因为人民的生命安全 绝对是不能等的 并且要强化跨部门在这个救灾 或者是抢救灾在上面 在现场的协调能力 跟整合能力 议员林真宇则发现 台北市每年有数百起瓦斯外泄事故 但产发局网站上的 天然气外管线漏气记录表 却只有到109年3月的统计资料 不管今天的投资问题还是怎么样 我们有发现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在这五大的瓦斯公司里面 主要督导的局处是谁 产发局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在产发局的统计资料表里面 在我们的公共事业 我们现在的官网 我这个一整个礼拜一直不断的更新 到现在里面的公共事业 里面有一个叫做天然气外管线漏气记录表 大家看得到 点进去 最后最后更新是在109年的3月 如果连最基本的瓦斯外漏的记录 都可以延迟三年不去更换 请问一下台北市人民的安全在哪里 已经三年没有更换了产发局 稍后要麻烦产发局给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么久的时间没有去做任何的更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完全可以详细的记载 每一个区域什么地址 哪里有漏气哪里有态换 这些到目前为止三年没有更新了 现场产发局承诺 会在4月14日前完成网站更新 持续督导瓦斯公司态换老旧管线 并要求4家瓦斯公司在三年内改善 让被掩埋的3613个止气阀 重新出现在路面上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好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在达安区温州公园对面 台电大楼之地有一颗加罗林榆木 4月中旬盛开时这个五片花瓣与淡紫色的熊蕊 风起时随之飘落是一大美景 在地大雪里吴佩玄里长每年都会举办音乐会 邀请大家一起来赏花看艺术表演 珍贵外来书种加罗林榆木此时正式盛开季节 黄白花朵现正盛开民众不用出国 来一趟大家去的温州公园就能赏花 今天的活动我们结合了欣赏榆木 第二个我们节电宣导 希望呢大家一起在能源景说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节电 那还有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些团队 我们来有很多的表演 再来就是让学区的学生也能够跟社区做互动 他们今天也带来好听的直笛表演 对总而言之就是非常棒 而且在我身后是每一个家户里面 他们不想要的书还是长大的这些书 就捐出来二手书的交流 行硕大学里是喜欢阅读 跟我们的熊站一样喜爱阅读 而且在榆木前面阅读 在这个空气很不错的地方阅读 身心灵都很健康 除了榆木 我们的杜鹃花 我们三月才办完杜鹃花节 杜鹃花是台北市的试花 我们在大学里种了很多的杜鹃花 三月我们也让我们的学生 李明志工一起重度娟花 所以他们来到温州公园是有感情的 嗯 非常的棒 连我自己都好爱来这里 这里不同的时段 都会有不同的族群在这里 我们这一棵 在我们台电的施工处 这棵榆木 其实在四十几年 是四十几年前 我们的同仁 他的种下的 但是当初并不知道是这么珍贵的 加罗林鱼木 原来以为是芒果树之类的 那但是后来发现说 奇怪开的花 竟然是这个黄白花 那后来才知道是 是经过台大的植物系的老师 他经过这个地方 发现它是非常珍贵的 少见的加罗林鱼木 那就是有点无心插流柳成印 然后他就变成长得这么的珍贵 他甚至被台北市政府 当作这个一个保护的树 他还有树名要去做保育 那我们也因为照顾这棵树 我们也有得了树艺奖 台北市的树艺奖 那这么多年来 那他在这个时候 他就盛开 就花朵就盛开 那大学里这边 就会办一些 为这个树木办的一个活动 这扎罗林鱼木 那所以每年在这个时候呢 大概就是欢迎大家来 我们这边看这一棵 这个非常珍贵的 加罗林鱼木 每年4月中旬左右 加罗林鱼木盛开 里长举办音乐艺术活动 国校 学校 社区团体 轮番表演 吸引不少民众 竹竹参与 主要是参加老婆同学会 然后刚好就在旁边 所以就顺道过来了 那顺道过来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蛮新鲜 蛮有趣的 而且还有一些活动 刚好又有小朋友 喜欢的气球 对啊 我觉得是一个 还蛮 感觉一个蛮 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人 都可以参与的活动 非常的愉悦 然后大家都很 尤其是里长都非常亲民 所以可以感受到 所有的里民 也非常的快乐 我们是荣安国小的学生 我是职地团的团员 今天来这边表演这样 很棒 就是一个社区的一个 大家一起来 参与这个活动 蛮开心的 就可以来这种公共表演 我觉得很开心 所以今天来过大学里啊 我刚再一次看是哪一棵 哪一棵树啊 结果是那一棵 看见我们的大学里 这样子 可以说充满了人文 充满了艺术这样子 的一个 我们的里正 所以在这里 也谢谢大家 尤其我们大学里的服务团队 每次办活动 大家都全心全力的付出 让我们的里更有爱 然后我们的更与守望相助 而且可以互相的关怀 照顾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一个社区啊 我们大家好好地爱护我们的乡里 也当做我们自己的模范 一样 那每年的榆木节 幸运都会来 对不对 对 每年每年 就一年一年的 看着我们的榆木 还是一样的这个漂亮 然后呢 我们所有大学里的李明呢 在我们的里长的爱护之下 照顾之下 还是都非常的健康平安又开心 那今年的榆木节呢 除了往常的表演活动 欣赏榆木之外呢 我们台电的长官们 也都一直很支持帮忙 对不对 因为这个我们的榆木 就在我们的台电 所以也非常的谢谢处长 多年以来的支持 那今年呢 还又特别有书香气息哦 今年还特别加上了二手书的交换活动 好 刚刚我们局长也讲到我们的大学里 这因为我们旁边又有台大 人文汇翠 好 所以今年又加上了这样子 一个书香传承的活动 好 大家一起踊跃来参加 让我们的大学里 不但是有爱幸福快乐 同时呢 有更好的人文 更好的书香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承 我们一起把它继续下去 再次祝福我们所有的活动 圆满成功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快乐 健康平安 高大树形搭配耀眼花色格外强艳 台大学生台北市民都争相打卡朝圣 一堵这棵绝美行道树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根据估计有这个移工走地下汇队的金额一年超过500亿 加上失联的移工金额甚至上看千亿 打炸小组成员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郭国文 中嘉宾 林楚音及张鸿路联合召开记者会 呼吁跨部会加强合作 扩大宣导 并建议年拟人力仲介代办业务 弱热条款等措施 才能有效防范地下汇队 保障移工权益 围堵地下汇队 立法员郭国文 中嘉宾 林楚音及张鸿路大声疾呼 要求政府单位重视移工走地下汇队所产生的各项问题 根据劳动部的资料 到111年底 越南籍移工约25.6万人 其次是印尼籍移工25.01万人 不过两国移工薪资会回母国的差异 却达16亿美金 以目前汇率换算 移工采地下汇队的金额 一年超过500亿元 加上四年移工 更可能上看千亿元 不受监管的资金 也成为国内金融秩序的一大漏洞 因此立法院打炸小组成员 立法院郭国文 中嘉宾 林楚音 及张鸿路 特别召开记者会 要求跨部会合作 并提出包括订定落日条款 加强宣导 设施检举奖金 强化稽查非法汇队资讯 及查器四年移工等建议 希望有效防范地下汇队 優先辅导人力仲介 業者遵循合法管道 研理人力仲介代办业务的弱日条款 第二个是强化稽查 包括社会群平台 发布非法汇队资讯 以及科技大厂收钱 當面收钱的一个查器動作 移工被诈骗或被捲入到 涉及诈骗的 这些非法汇队的水房 所以我们希望呢 勞法署呢 要加强 那么能够积极地提供 最好还能提供什么 这些移工啊 这个检举非法汇队的检举奖金啊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优因 希望让全国的民众 或是今天所有出席的官员 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台湾不能成为一个 合法、掩护、非法的这样的一个漏洞 产生 但是却视而不见 不管是越市、印尼的小吃店 裡面根本就是汇队的中心 这个我相信你们在查系也都知道 那如何把这个给 把这个门给关起 我觉得这个警政署跟移民署 其实你们可以啊 多尽一点力量 对立委强化地下汇队的诉求 出席的各部位代表也做出回应 其中劳动部 勞动力发展署副署长就表示 会将检举奖金纳入研议 我们在仲介评鉴已经纳入了这样子的 必须提供给移工的正确的 那个汇队的管道这样子的一个 评鉴的项目 然后刚刚委员也建议的部分 就是说未来要不要有检举奖金 这个部分我们 劳动部会来演绎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此外呢 我们可能也会跟金管会来 针对仲介公司办理地下汇队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分的部分 如果刚刚讲的 如果目前是合法有管道 但是可能有非法 就是利用合法的这样子去做非法的地下汇队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跟金管会来合作 加强来查查处 郭国文表示 打扎小组会持续在各委员会关注地下汇队议题 以避免持续冲击金融秩序 也进一步保障移共权益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道家商职广告设计科迎来第四十七届毕业成果展 以主题一年四季节庆展现作品风格 同时还有才艺表演 开启精彩的斜杠人生 将春节的喜庆温暖开运团聚的元素以作品呈现出来 还有中元节前程祭祀的文化展现 七夕青年节浪漫主题 所有的作品精彩无比 这是道江商职广社科第四十七届毕业成果展 在台北地下街展出到四月三号 我们做的是春节 就是那喜送春 然后因为我们是觉得 春节是最代表我们的一个节庆 就是最喜庆的日子 所以我们决定做这个节庆 主要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红包袋 然后还有一些糖果盒 因为过年大家会一起吃吃零食 然后我们还有米 那喜米 因为台湾人都会吃米饭 然后我们就做一小包一小包的 刚刚好是那种一人一个份的量 另外广社科还有许多丰富人才 如在高中职电竞圈獲奖无数的哈士奇校队 还有K-pop魅力四射的舞蹈表演 一展学生多元长才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季我们要打ACS 然后其实原本实力还不错 就是因为一年级的学生比较偷懒一点 所以就导致三年级有点心态有点受到影响 所以就实力有点下降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他们聊心态方面的事情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银花 我是一个实况组YouTuber跟插画家 那我在道江市担任那个电竞幕后老师 主要就是教学生一些可能影像的处理 或是社群的经营 像实况的啊 还有一些可能YouTube频道或是影片要怎么制作等等 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 成果展他们准备了非常的久 像昨天我们就开始在布置的时候 同学们都是非常努力 像一些贴海报啊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 他们是用了大概一整年的时间去筹备这个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支持一下 那成立的宗旨是我们会以K-POP的MV5为主题 然后去发扬这方面的舞风跟表演感 然后为了这一次的表演呢 我们其实有七个学生来上台表演 那比较大的瓶颈可能会是 因为我们一周 我带他们的次数可能一周就有一次 然后如果人没有到期的话 队形走位上面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就是比较难安排 那让我很幸运的是 其实学生们都很认真 然后他们学的速度也非常快 然后有长大要改进的地方 他们也是就是隔天或者是甚至15分钟后 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进步 因为K-POP讲求的是表情与动作上的整齐 那因为我们在把舞学完之后 学完之后每个人的身体 每个人身体形状与身高体重的不一样 所以造成形状上的不同 那因为表演上画面的缘故 我们必须把画面做到一模一样 甚至跟MV上一模一样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那让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 在教导完同学怎么样练习的方法之后 同学们慢慢都可以自主练习 其实可以在老师不在的情况下 然后慢慢把心里面 心目中想要的画面 想要的效果慢慢呈现出来 那接下来就可以呈现在各式各样的表演上 这是我比较欣慰的部分 广设科分为设计组 表演设计组 让学生们能适性发展多方面学习 毕业成果发表会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我们今年是用节、庆、道、福、江、志 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年节的表现 我们也把三年的所学都能够呈现出来 像我们也有七系的《确信有你》 还有中元节的、春节的、端午节的等等 这样的一些节庆 我们把它展现出来 那我们这次的第一名是《确信有你》 也就是七系 那真的是在色彩的呈现 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那当然我们本届的毕业生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优秀 因为我们到江山市的广告设计科 有分为三组 一组是我们的就是表演设计组 还有电竞组 还有广告设计组 我们电竞组 融获了全国的前四强 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电竞组 也参加了亚洲杯 融获了在亚洲杯里面得到了亚军 实在让我们也觉得 为他们感到骄傲跟光荣 我们今天毕业展做得非常辛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电竞在了一半以上 设计在了一些 设计在了一部分人 但是电竞人 刚刚各位贵宾有看到 他们上台都不讲话这样 他们比较不爱讲话 所以他们有些是不爱表达 但是呢 我说这要做什么主题 才能够把他们表现出来 他们比较能理解的 那就是节庆 因为他们虽然每天都在家里面比赛 但是他们知道 一年四季有哪些节日 可以吃什么东西啊 做什么事情啊 我想说这最简单的局部给他们做 没有想到他们做得很好 其实像有一组是中原碟的 我说做这干什么啊 这个不好吧 就是他们做出来非常的温馨 这组是电竞组做的 我必须讲究 另外呢还有一个过年的那组 也做的是叫圆满是吧 也做得喜气洋洋 哦 那还有一块一种就是 做情人节乐的 哦 喜怯的吧 哦 那组做的第一名 第一名 做得非常成熟 而且呢 做得非常的精进 记者温云俊 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保脑歌谣大师叶俊玲是安乐国小毕业的校友 安乐国小百年校庆系列活动 特别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举办叶俊玲怀旧音乐会 向大师致敬 吸引了各地的粉丝前来聆听这一场音乐会 保脑歌谣大师叶俊玲创作许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由国内知名声乐家来演唱全世 让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叶俊玲是安乐国小杰出校友 安乐国小创校100年系列活动 特别举办了这场叶俊玲怀旧音乐会 吸引各地粉丝来到现场 包括叶俊玲大师的儿女等多位家族成员 以及知名音乐人林锤莉都专程来聆听欣赏 安乐国小100年校庆 那叶俊玲是我们的杰出校友 我们非常恒喜这样的一个良善的机缘 这样的机缘我们跟叶大师致敬 那除了在学校有办了一场文物特展之外呢 今天的一个叶俊玲怀旧音乐会 我们让很多很多的好朋友进来 我们也希望透过歌声一起再来怀念柯可港 百年老校的点点滴滴 我们爸爸是设国秀就很厉害 就有这个文娱 不是呢 他可能有关注人的活动 你看他的眼睛 我的眼睛也是他传他 就是眼睛更大力 他可能有那个知音 关注人的知音 很爱音乐 他买了自己享受设很多词 那叶俊玲老师不仅是我们安乐国小的一个杰出校友 更是我们宝岛歌谣的一个大师 也是我们基勇的骄傲 那更是我们台湾音乐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味道 今天我又是骑人 我们叶俊玲老师也是骑人 他真的是我的前辈 也是很好的一个导师 我跟他 跟他说的 我跟他说的 所以我今天喜欢着 曹盛的心情 粉丝的心情 参加我们叶俊玲老师的作品 而且有非常多的基勇人 他们身在外地 但是一直到有叶俊玲老师的这一个歌唱会 特别搭车回来基勇来聆听 我想这我们称呼叶老师为基勇之光 绝对不为过 阿姨说老师他会做曲 会唱歌 我们爸爸会响 响歌手 所以那两个人就是从那开始合作 譬如说古静咪咪 古路往往是我们爸爸用日本曲的 美空云雀的歌 改造这个我们台语 那一段就很适合 这段就很适合 我说是有很适合 本家是有你方 你女的女的女的女 就是一个高路 或是他们家的经商 在中南部 一路走到台北 吃头肉 做老公 探纸 户 家里的衣帝 帖子 乞兹 产兹 台湾所的所忠 何毅林 他说他教授的时候 每一边来放这条歌 他都要留着 因为为什么呢 他的姐姐妹妹 就是这样来外地 做路工探紧 给他去设授 他说他今天有好好的设授 都是他的姐姐妹妹 所以就贴切台湾的土地和社会 安乐国小用心规划 迎接百年校庆活动 让大家看到基隆之光 叶俊玲校友 对本土音乐杰出的贡献 也欢迎所有关心安乐国小的好朋友 在5月27号的百年校庆 回来学校走走看看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金融市体育会运动爱台湾2.0计划 楼梨球观摩赛 在金融市立体育馆二楼举行 金融地区有许多爱好楼梨球的队伍 齐聚一堂 气氛相当热烈 上午看到了这么多热爱楼梨球的姐妹们 还有大哥们 大家一起都在礼拜天 一个天气很好的早晨 共同来运动 那我们这个楼梨球委员会 包括张炳君议员在内 大家都非常热烈的参与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主委们 大家也都一直长期以来推动这个活动 我们金融楼梨球人口其实也非常多 所以大家今天能够在这个礼拜天的上午 通通都出来运动 让我们感到很感动 另外就是在我们很缺蛋的时刻 我们张炳基议员 他这个非常慷慨的 而且热心的提供我们这个运动的朋友 几百颗的这个蛋 这个我觉得你是非常的有爱心 我们在这边表示诚挚的感谢 那其实秉均本身就是楼梨球的一员 那之前其实前两年 我都会在下面跟着我这些学长姐 一起在台下表演我们的曲目 那其实楼梨球是一个相当好的运动 其实它比较缓和 而且比较不会伤害到自己 就是造成自己受伤 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来一起参加楼梨球运动 然后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楼梨球是两岁到92岁都可以玩的运动 从幼儿的教育发展 肢体发展到长照父亲都可以来参与 所以非常适合我们基隆 这样多余的环境 而且一般都只要用小小的活动中心 就可以来训练跟发展 然后招募培训我们这么多的这个队员 因为上高我们市长换了市长 还有楼梨球的比赛 还有一个8月5号全国楼梨球的展演 我们也正礼道指导 特别都是市长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不只敬畏 而且后面对我们楼梨球的支持 我们大家继续支持市长好不好 这个柔力球观摩赛 现场来了许多贵宾 大家通力合作 辅会跟社区民间团体 一起把这个健康有趣的活动 推广到基隆各个角落 让我们基隆越来越健康快乐 新义区举办了健走活动 市议员张炳君特地准备了 近千颗的白煮蛋 帮健走的民众补充体力 新义区这场在周末举办的健走活动 吸引非常多的民众参加 技动市议员张炳君 为了让参加活动的民众 能够适时补充体力 特地在前一天贴心准备了 近千颗白煮蛋 送给现场参加健走的民众 相当受到欢迎 而为了提前准备好白煮蛋 其中有五百颗来自于 新义区人寿里长张富凯 和知名的大侠牛肉面 李老板的帮忙 才能顺利完成 新义区的健走活动 也是每一年都会持续举办 那其实我们通常都会一起 去参加健走 那平均其实这一次 就是特别准备了 一千颗的水煮蛋 也希望帮我们所有 参与健走的民众 在他们在健走的过程中 还可以吃到这个 好吃营养的水煮蛋 来去补充体力 藉此让他们在这个健走的活动 有的吃有的拿 又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本身跟张艺元算是旧事 那张艺元也蛮照顾我们里内的 所以说当他在发饭鸡蛋 或者是发饭高鱼菜的时候 都有蛮照顾到我们里内 所以他昨天一来一过来说 要帮忙找水煮蛋 我马上就请那个大侠这边 牛肉面这边来帮忙 在煮蛋过程中 难免有些鸡蛋膨胀破裂蛋白流出 老板表示 这些蛋在卤成卤蛋 同样好吃不浪费 就再把它拿去做成卤蛋就好 一点都不会浪费 不会 能帮忙就很好了 我跟富凯是高中同学 人寿里长张富凯和大侠牛肉面店 李老板两人同是二姓高中同学 感情相当好 一位当里长 一位在里内开分店 两人对于张炳钧议员的 为人和行事风格都很欣赏 一拍即合互相帮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解封 市政府也恢复了社区和家欢 健康筛减的活动 市长谢国梁和市议员张耿辉 周日亲自到七毒火车站 关心第一场健康筛减办理的情况 七毒火车站里面挤满排队 等待健康筛减的民众 可见民众对于了解自己健康检查的重视 这么多这边区民来这边参加健康的检查 也非常感谢市长市议员的努力 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这么好的活动 希望这个活动能够伴下去 感谢基隆市政府办理健康检查 让我们能知道说身体是否有提出意外的状况 也感谢张耿辉应员帮我们争取这项服务 更感谢我们七毒区卫生所热心的服务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解封 基隆市政府也恢复社区和家欢健康筛减活动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基隆市议员张耿辉非常重视 也在七毒区公所区长冯吉安和七毒区卫生所护理长曾明珠 以及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向永才等人陪同下 周日亲自到七毒火车站关心 七毒区第一场健康筛减办理的情况 这场健康筛减活动也吸引非常多的民众踊跃参加 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人祥医院跟市政府合作的合家欢健检 看到很多市民朋友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来做一些身体检测 那祝大家在这个有一个很快的周末 身体健康是我们市民朋友最重要的资产 我们会一起来努力受祝大家的健康 也感谢我们张耿辉委员和我们的省调围 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完成这件事情 此次我们的合家欢筛权这个工作 然后我也感谢我们议会的我们的同仁还有市政府全力的支持 尤其我们小爱爸爸先过来上任以后 特别的重视我们这个市民的健康 因为健康就是我们的财务 所以说我也肯定我们县市场上任以后 特别的重视我们市民的健康 尤其我更要感谢我们这次承包 承包到的我们家筛权工作的我们能详意愿的所有团队 我们也祈祈我们市民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 因为有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张耿辉议员指出 今年社区合家欢健康筛检活动 进到社区筛检的项目 由仁祥诊所负责 张耿辉也特地准备多箱矿泉水在现场 发放给参加筛检的民众 鼓励大家多喝水也适时补充水分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拾